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志为人医守护爱 我是台中慈激医院社会服务室林一家社公司 一般人都听说过喜慎 但你有听过洗肺吗 肺又该怎么去洗呢 让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简树妙简女士 树妙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好我是简树妙 接下来我们就要就叫这位大贵人了 就是我们台中慈激医院 胸腔记睡眠医学中心 邱国良邱医师 邱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树妙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慈激医院胸腔内科 邱国良医师 到底什么是洗肺呢 又为什么要洗肺呢 让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段影片 2016年56岁的简树妙女士 有一阵子常感到疲倦 以为只是感冒而不以为意 后来就连日常生活中 简单的走路都会出现胸闷 且情况日益严重 躺着睡觉的胸痛 然后痛到就睡不着 呼吸有一点急促 后来就跑去照X光 诊所没少看 感冒药也没少吃 但就是不见起色 决定到达医院做彻底检查 我们看到这个X光的变化 其实觉得它不太正常 那肺部有两边都有一些 这个白色的一些浸润 那除了一般常见的一些肺炎以外 也有考虑很多特别的一些疾病 所以我们帮他安排了一些 这个肺部的断层扫描 还有一些血液的检查等等 以及肺功能检查 来判断说他肺部的这些症状 到底是什么问题 台中慈悸医院胸腔科 邱国良医师 透过X光 断层扫描 及各项理学检查 确诊减女士 罹患了几率只有百万分之五的 肺炮蛋白沉积症 肺部分泌的一些蛋白质 没办法受到正常的一个 肺炮细胞的清除 我们的一些白血球的清除 而这种蛋白质 累积在肺部产生的浸润 所以称作是肺炮蛋白质沉积症 肺炮蛋白沉积症 需要靠洗肺才能恢复健康 洗肺就好比让病人的肺浸在水里 把沉积在肺里的蛋白质溶解 之后灌入清洗液 开弹震荡再抽吸 反复的动作就可以让沉积在肺部的蛋白质 慢慢被冲洗出来 让肺炮呈现干净的状态 要洗肺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 我不晓得什么叫洗肺 当天来住院的时候说要送手术房 才想说哇 这么可怕 还有手术房这么大件事 医疗团队谨慎评估 决定先清洗姐女士的幼肺 手术反复冲洗十次 肺时四小时 今天好吗 看你精神恢复的不错 不错吗 又有医师照顾 没有啦 没有啦 看你都还不错 会觉得胸闷不舒服吗 是有稍微点 昨天晚上睡觉还是有 看一下喔 那咳嗽呢 就是有咳嗽会咳痰 好 为了安病人的心 邱国良医师利用平板电脑的影像显示 让简女士了解洗肺的过程 这一张就是我们当时候洗的 总共洗了十次 从最左边的这个黄黄左左的这种东西 你看底下如果把它放大 底下还有沉淀一层东西 那个都是里面的蛋白质积在里面 洗到最右边它颜色就越来越淡了 做这样治疗不舒服 你也很配合 恭喜你啦 我就把病毒交给你了 没问题啦 没问题啦 全靠你了 谢谢你 不会不会 相隔一年 尽管事业繁忙 简女士仍不忘定期检查与回诊 那这是今天照的 看到那个白白花花的都已经消掉不见了 那这片白白花花的也都很干净了 现在还有在抽烟吗 没有 可是老子招来还有偷抽一两只 因为你三十几年了 是 偶尔啦 不可以再抽烟 因为有些人是抽烟它造成了肺部的发炎 发炎产生的蛋白质就容易在肺部里面 面对这位时常唠叨她的好医师 简女士感谢贊心 我要感谢邱医师 邱哥良医师 因为今天我如果没有碰到她的话 我可能人生就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她是我的贵人 好赶紧 好你赶紧有她 有她真好 我要感恩她 我现在看到这个真的我想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跟我一样都非常地吃惊 这就是洗肺洗出来的东西 真的很想要跟邱医师请教一下 当时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以及你当时是怎么样诊断的呢 是 那其实苏妙大概是在一年前开始来到我们的门诊 那时候她开始好像是觉得胸闷 咳嗽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走路越来越喘 那这种症状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 所以在门诊我们就先照了一些S光片 然后看一下肺部的变化 其实肺部有一些浸润 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浸润不太一样 后来又做了一些检查 那大家看到这个乳白色的这些液体 其实就像我们镜头前面看到这个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是肺部里面有累积一些蛋白质的东西 那这种蛋白质本来就在肺部 那一段时间它没有清除掉 越积越多 越积越多 就造成它的一些症状 呼吸困难 所以这个疾病就叫做肺泡蛋白质乘积症 是 真的是看得真的非常的吃惊 不过想要问一下苏妙 当时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所以你还会想要来求诊的呢 因为我当时要睡午觉 就躺着睡不着 很痛那种胸闷 就不晓得怎么回事就躺了半天 大概躺了四个钟头都睡不着 结果后来我就有去检查X光 那检验师就跟我说 你肺部要去追踪 所以你那时候有听过什么叫做肺泡蛋白质乘积症吗 而且你听到他告诉你要洗肺 这个时候你那时候心中的反应是什么 我是没有听过什么肺蛋白乘积症 第一次听到就觉得很纳闷 然后一上网就是 好像是极少数人会得到这种病例的 所以说要洗肺我就 当初我是说真的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就OK反正因为邱医师 医术高明了 所以我就相信他说 洗肺就洗肺 我都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心理准备 也没有什么恐惧感 说真的 反正就相信他就对了 对我就完全相信邱医师 洗肺就洗肺 不过真的就要来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是肺泡蛋白质乘积症呢 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有这样的状况呢 那肺泡蛋白质乘积症就是肺泡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 正常我们分泌它会代谢会吸收掉 那有些时候这些蛋白质分泌过多或者是吸收排泄减缓 它慢慢的堆积在肺部里面 那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看 这是我们做支气管镜检查的时候 那这是我们的支气管像隧道一样 那正常黏膜像这样粉红色的 可是里面有一些黏液像这种乳白色的一些黏液 就是这种蛋白质 可是一般来讲会积在比较周边的地方 那有时候我们洗洗洗洗洗出来 就会看到这种乳白色的 那就像我们这个瓶子当中 洗的这种乳白色的这种黏液液体 那其实上也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蛋白质 把它洗出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这个确定的诊断 那一般来讲会发生这个肺泡蛋白质层激症的病因 第一个有病人的体质 有些特殊的体质 它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比较厉害 那蛋白质分泌比较多 或者是它来自于一些免疫的一些反应 外界的物质刺激身体之后 那它免疫的一些功能 假设刚刚提到一些白血球的一些下降 它功能没办法这个清熟 就是有会这种影响 那少数份少部分的一些病例报告 好像有家族遗传的这些 特殊的一些群集的这种情形 那再加上有些后天受到一些感染 感染之后肺部的一些分泌物的增加 所以它清除比较慢 那就会累积 那现在认为像抽烟 或者是外在环境空气污染 这种持续性对肺部的刺激 可能是产生这个肺泡蛋白质层激的一个病因 所以有时候X光级看到就是正常肺部会像这样子很清澈的 黑黑的影像 那所以我们照出来就像这样乌乌的白白的 这些就是肺部里面有一些累积像蛋白质的东西造成它一些白白乌乌的这个变化 是 所以真的是幸好有发现真正的病因才能够做相关的解决 可是真的只有洗肺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是的 那一般来讲我们洗肺是最好的一个最快速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其他的一些治疗有时候可以用一些药物 那其实刚刚讲过的这些蛋白质 正常的我们的白血球会把它清除掉 那它可能白血球的功能不好 所以清除不掉 所以有另外一种替代的治疗是用一些白血球的生成素的一些物质 那我们这些蛋白质打进去都刺激它白血球的功能 让它恢复之后去清除掉 但是两相比较其实是 效用来讲洗肺是最快速最立即的 那所以我们当时候就选择帮它做这个洗肺的治疗 原来如此 那个苏妙想要跟你请问一下 这样子洗肺前后之后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那洗完快就呼吸了 很顺畅 然后也很舒服 走路也不会喘 也不会像刚开始的时候会累 而且会喘不过去来 是 所以真的罹患这样子的一个肺泡蛋白质沉积症 对于一个人的时常生活 真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 让我们来看健康在说话 呼吸道是空气出入肺部的主要通路 包括鼻腔 喉咙 气管 支气管 肺脏及肺泡 空气进入鼻腔后会透过呼吸道进入肺脏 并由肺泡壁围血管进行气体交换 正常情况下免疫细胞会将肺泡里的蛋白质清除 肺泡蛋白质沉积症就是肺中的蛋白质 无法正常代谢堆积在肺部 造成患者咳嗽 胸闷 呼吸困难 这与体质免疫遗传和吸烟有关 我操很久了 烟年就35年 因为我换了一个牌子烟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烟的牌子 俗称洗肺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术 是治疗肺泡蛋白质沉积症最快且有效的方式 沉积的很严重 可能会洗到20次 那这样子反复的清洗少的话可能三五个小时 有些真的很脏很多东西 我们也曾经看过有人在洗过十几个小时 那通常这个只是单边单次 支气管肺泡灌洗术就好比让病人的肺浸在水里 把沉积在肺里的蛋白质溶解 之后灌入清洗液 开潭震荡再冲吸 反复的动作就可以让沉积在肺部的蛋白质慢慢被冲洗出来 让肺泡呈现干净的状态 洗肺时需插管麻醉 医师及呼吸治疗师全程密切监看 肺泡蛋白质沉积症它到底好发族群是哪一群人 那男女之间会有一些差别吗 是的 那其实肺泡蛋白质沉积症这个疾病也非常少见 统计里面可能男性比女生多一点点 大概是二到三比一的这样子的比率比较多 那可能跟她的一些生活习惯 比如说像抽烟 或者是环境也许像空气污染这些刺激 总共加起来都有可能造成这个疾病 洗肺这样的话是因为我们想说肺有两个嘛 到底是一次洗两边吗 还是一次一边这样轮流洗呢 是 其实讲到洗肺 听起来是非常可怕 其实就像是我们淹水一样肺部要灌水 一般正常人是可能受不了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在麻醉的状况下面 那麻醉要特别的是我们肺部两边 你同时淹水就像如果游泳溺水 这个一定生命非常的危险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特殊的处理 就是说我们这个是一个插管 气管内管 那这个插管我们看这边有两个头 两个头代表是我们插进去之后 它里面有两个孔 那我们会对到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所以我们在洗肺的时候 会一边洗一次 就是一次洗一边 就是我们可能选择 看看先洗左边或先洗右边 那我们就会 这边有一个气球 会把另外一边 我们不要洗了把它堵起来 那我们要洗的那一边 就会把它灌水灌进去 那淹到满之后 然后把里面的清出来倒出来 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在洗肺的过程 那通常洗一边洗完 我们会让它休息 休息一段时间也许几天 或者是一到两个礼拜 那边洗好的肺灌进去的水 它慢慢吸收换气功能进步之后 我们再安排第二次的洗另外一边 这样一次进去手术是这样洗 一次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是 那看我们在洗的过程 它的这个清除的速度怎么样 我们从最开始像这个瓶子装的 这么浓的这个乳白色 一次洗一次洗慢慢就会减少 那恐怕看它速度 有时候要洗个十次到二十次 那在一般的情形 可能要三个小时到五个小时时间的流程 才能够洗完一边的肺 真的是很大的工程 不过经过这么大的工程之后 真的可以把那些不好的物质 通通都洗得出来吗 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在洗奶瓶 我们洗奶瓶里面就是牛奶 那洗我们当然这个肺部 不能拿刷子进去刷 但是我们可以倒水 然后摇一摇 冲一冲出来 然后再倒第二次摇一摇冲一冲再出来 一次一次就会越来越干净 其实洗肺的原理跟这个非常像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个图 那这个就是树苗当时候在洗的时候 那左边特别白 左边就是说我们拿水灌进去 把它灌在左边里面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设备 让它震动摇荡之后 把里面的肺泡像摇牛奶一样 把它摇下来 然后就洗出来灌出来 所以左边的这个肺特别比较白 那一次洗完左边 我们再另外再洗右边分开洗 两次洗完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的树苗的右边的这一张S光片 就是它整个洗完之后的肺部 两边就恢复了它比较黑色 这样空气正常的结构 其实如果洗的效果很好 病人通常在一到两个礼拜 它的肺部就会恢复比较正常的状态 原来是这样 真的好传神 像洗乃瓶这样 不过我不知道树苗会不会自己有这个疑问 我自己就会有个疑问 这样子的部分会不会要复发 会不会有可能需要再去洗呢 是的 那其实这种疾病 大概还是跟生活习惯有关系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 或者一些感染 这些我们能够尽量避免 就可以减少它复发的一个机会 那在过去的统计里面 经过这样子完整的洗完肺之后 大部分都会恢复 不过大概有少数三分之一的人 有可能会再复发 所以还是要持续再追踪 所以再来重要的任务就是你了 对不对 经过这次的这样的一个生病的经验 你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是生病进行 我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呢 最重要我觉得 我应该可能是抽烟的关系吧 所以我现在一定就是 第一个就是先戒烟 戒烟 不抽烟 然后就 不抽烟真的就生活就多很多时间出来 以前就觉得好像为了要抽烟 好像浪费很多时间 现在好像生命好像多了很多时间 其实还可以多做运动 对一些备步的功能会有很大的 像多走路 快走 戒烟会不会很困难 戒烟其实我觉得 以前就觉得很困难 可是因为经过这次以后就觉得 非戒不可就一定要戒 所以就是困难也要戒 真的就成功了 其实就是决心跟毅力 这个最重要 有这个决心之后 那个毅力坚持就没有问题 一定要坚持到底 要坚持到底 不然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力气 对不对 买了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经验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性灵脸谱的单元 让我们来认识呼吸治疗师 今天拼三公里这样穿吗 没 没啦 穿起来这样可以 我们家庭尽量来打烟的时候 才把烟尽量把它撒好出来 咱们比较有烟 咱们要撒烟也比较好出来 没烟 没烟 百度要 百度要 在医院最为人熟知的是医生护士 其实还有很多专业的治疗师 专门教人如何呼吸 就是呼吸治疗师的工作 帮助病人执行专属的呼吸治疗计划 呼吸治疗师其实广义来讲的话 就是协助病人或者是家属 那为教就是谈医的清除的方法 或者是说 病人他有一些呼吸困难 氧气不足的问题的时候 那呼吸治疗师就会出动 需要接受呼吸治疗者 多以谈多 咳谈能力不佳 含氧量不足 重症插管 肺扩张不全 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人 我们不可能随时都顾在病人旁边 这时候呼吸治疗师的话 角色就非常重要 他因每个病患的呼吸治疗的条件 根据我们设定的目标 跟我们讨论 我们是一个合作一个Ting Work 需要接受呼吸治疗的人 多半因呼吸肌肉无力 咳谈力不足 所以呼吸治疗师需要更多 按心与耐心引导 才能真正让病人提升肺扩张力 维持呼吸道通畅 达到呼吸治疗的目的 肺复原就是要帮助我们 肺功能的问题 要呼吸要调节要好 就是我们的老师一样 我们家庭医师一样 我觉得他对病人 真的好像是他自己的亲人一样 真的 他就每一个来的话 他都是亲身戏 然后每一个动作都好温柔 我妈妈都好喜欢他 就是像照顾自己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就是这份视病如亲 让病患及家属 在漫长的呼吸附件路上 有了依靠与动力 爱的回馈也让惠宜 始终对工作抱持热忱 对呼吸原治疗师 他大部分都是家属 必须要陪伴着过来 所以在家属的用心这块 其实我看了很多家属 给我的一些回馈 让我其实能够很有热情的 我非常喜欢我的目前的工作 呼吸治疗师这一个 让我觉得在我的人生 有很多很大不同的体验 邱医师 刚刚我们看了影片 知道呼吸治疗师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团队成员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多描述一些 他在团队里面的角色呢 是 那其实在医院里面 呼吸治疗师 基本上是帮助病人 照顾一些像呼吸器 是 或者有时候他需要用一些 这个吸入的一些药物 像气管扩张剂来 氧气治疗 或者是有些人他需要去拍 拍谈 谈很多 呼吸治疗师都可以帮助他 做这样子的治疗 那其实在宿庙的治疗过程当中 其实呼吸治疗师最重要的是 进去开刀房之后 协助我们做一些肺部的一些震荡的治疗 还有像他在麻醉当中的一些呼吸器的呼吸氧气 那除了有麻醉 麻醉医师他在负责以外 那呼吸治疗师也帮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辅助 那特别是在像我们的这个这次帮宿庙做治疗当中 用到一个特别的一些高频震荡的一个拍谈背心 那这个震荡器就像是我们在咬奶瓶一样 我们水灌进去之后 我们就用这个震荡器帮助他加速震动 让他的这些蛋白质的混合跟水的混合速度加快 那就可以帮他快速的清除 所以在国外或其他医院的案例来讲 有时候要洗到20次才洗得干净 我们大概洗了10次就让他比较顺畅 这都是呼吸治疗师的功能 真的 所以我不知道苏妙是不知道 其实在这个手术室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默默的英雄 他不只是只有你最感谢的救医师 其实包括呼吸 对真的是整个团队 所以我刚刚在影片当中也看到 你很认真的跟着呼吸治疗师一起做一些检测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些洗肺前后之间 你目前的一些改变是什么呢 现在呼吸就顺畅很多了 而且也很感觉人也轻松了 走路也不会喘 跟邱医师请教一下 其实不管是不是罹患像这样子的一个 肺泡蛋白质的成绩症 到底什么样的症状 它需要到胸腔内科求诊呢 是 那一般胸腔内科 主要就是像呼吸道的一些 有没有咳嗽 呼吸困难 胸痛的 这些症状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 所以我们通常在建议病人 如果说你感冒在一般的治疗 可能咳嗽超过三个礼拜 还不好的时候 赶快要来找胸腔科医师看一下 有必要的时候他需要照一张S光片看一下 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呼吸困难 如果说你平常运动没问题 突然间运动相同的量就越来越喘 或者是有时候走路爬梯越来越 使不上力 上气不接下气 或者呼吸有一些特别的怪声音 甚至说你的痰性质不一样 本来正常的痰是白白的 细细的 痰变得很黄绿色 或者甚至带一些血湿 这些其实都可以来找胸腔科医师看 今天的节目我们真的很高兴去学习到 洗肺这个鲜少有人听过的手术 相信我们都学了一课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